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落选者们来吃饭 而请客地点在哪里 在他的故乡万里 好 结果这个人 吃饭之外他还跑去干嘛 做直播啦 他说他去直播 传说中的赖皮疗 甚至呢 里面还讲到什么 还讲到说我来这边看一下 这风水到底要怎么改的 我回家也来改一下 再出一个总统 他就说 怎么会这样说啊 不是都是赖吗 不是当时赖主席 还特别保你选立委吗 但现在有一个讲法是说 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 赖没有办法搞定刘兆豪 结果害他变成落选 因为你看看 在台东的这一席 如果说啦 这两个人的票加起来的话 那其实是赢过第三人的 所以呢 有没有可能是 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没人知道 毕竟他也是感谢赖金的 请他吃饭啦 但是现在确实在选后 立法院这边 会有一番新的气象 2月1号开始 新的立委要就任了 那现在呢 大家就在讲国民党的部分 韩国瑜现在呢 他据说是逆袭朱立伦 自己提副手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本来党中央这边 是希望让这一位 林德福 他来当副院长 原因是因为 第一他起脸霸 第二呢 他其实是比较中庸一点点 而且呢 他其实各方的人员都没卖 所以呢 觉得这也不错 但是据说韩国瑜啦 他是希望什么 他是希望能够世代交替 所以自己选了一个 比较年轻的学者出身的江启臣 现在除了说呢 在龙头之争之外 现在小党编的部分 书记长的部分呢 其实也有很多位 都已经在参战了 至于大家现在最在意的 就是党编 也就是总招 赖世宝现在说 他要出来学 那他目前 没有其他的人跟他来讲啦 但如果说真的 傅昆琦也出来参战的话 后续会怎么样 没人知道 而同一则报道里面呢 其实也特别提到了 韩国瑜要真的是 当上了国贵龙头 说可能会去找他的心腹 也就是这一位 现在的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来当他的秘书长 可是呢 大家听到这一句的时候 都觉得怪怪的 因为以往呢 是立法院秘书长 大家知道必须要 帮忙协助院长 必须要贤手立法院的事务 比如说啦 当时苏嘉全呢 他就找了谁 找了老立委林志佳嘛 王津平呢 当年是找了这一位林锡山 说是一阵一邪啦 但是呢 确实后来 在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呢 也被查到说林石毡 后来有涉入一些弊案 也被判刑 那只是说 如果说真的是有 李四川 有可能吗 毕竟李四川 曾说自己是拿铁锤的 现在台北市副市长 也当好好的 真的会走吗 这一局 有没有可能走到这一步 还得要先当选才行 朱立伦虾讲了 说他会强制量票 那这件事情呢可能会有很多人 觉得说 郭敏东啊 好像不好哦 所以他们现在也提出 他们打算要来修改制度 比如说啦 地方上头 其实呢 在选政副议长的时候都亮票 所以未来呢 他们要朝修法的方向来进行 希望呢 同样是记名投票 那目前呢 如果说是记名投票的话 国民党52票 那加上 五党的这两位 那就变成54 那这样子应该呢 就会过了 对吧 好 可是问题是 有没有可能投错 因为上次真的就有人投错 但你来看到的是 2020年 那个时候呢 赖品鱼突然有一张票 他吓死了 他赶快出来开记者会 说我真的没有投错 为什么 因为他上面刚好是赖赤宝 所以就怀疑啦 因为那一年 国民党呢 应该有38席 但赖赤宝只拿了36张票 就两张跑掉 会不会就是盖错票 又或者是真的有人蓄意跑票 好 这件事情呢 大家都说 还有变数 而另一个部分是什么 另一个部分是 王伟岸讲的 他说 会不会有人突然有三级啊 妙级啊 或者是手刀 盖到中间啊 他觉得这一些通通不好说 好 也就是说 韩江沛现在不是一定稳赢的 而另一件事情则是 民众党 有没有可能跟蓝营这边来合作 因为现在也有另一种说法啦 说韩国瑜在选前 因为希望让所有的蓝营票都回归嘛 挺韩票都回归嘛 所以他喊出了 说有的时候呢 这个柯文哲就像是空气腔 很大声但不一定里面有真材实料 这件事情就说柯文哲是很在意的喔 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此埋下 合作变数 可是说实话柯文哲人家 邝也曾经呛过韩国瑜说他都没有在念书嘛 水平那么高 后来呢 是因为没事干 所以呢 才开始在念书 也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讲话啊 那应该要怎么样来判断 这彼此之间的距离 而且现在 绿的距离到底跟谁比较近 跟建民的这个部分呢 他其实跟黄国昌死对头 大家都知道 所以黄国昌这次呛他 说你侨王的时代结束了 柯建民则是反呛 你黄国昌现在重回立法院 就一副好像大刀听你话的样子 你们的巴席叫做没有用的巴席 好整个开始对上了 但是柯建民也直接讲了啦 如果真的你们民众 拿到自己提人出来的话 那其实是保送韩国瑜在第二轮过关 到目前为止2月1号这场投票 选立法院的龙头班长 会怎么样都没人知道 但是罗智长他就直接讲了 说他们要扮演的是一个防腐计 原因是因为他认为 柯建民万年总招 在立法院里面这十多年来 有没有觉得什么事情 都好像有柯建民 每一回都有柯建民 柯建民确实在这边 话最也跟当的那个感觉 但是会不会是这样子 在玩弄国会呢 他希望这一次 这一面有很多不是新科立委的 大家不要让柯建民 把他们牵着鼻子走 也有人在问啦 哇那柯建民在立法院 一直讲说自己当过几届啊 23年的总招 侨骗无数 这一次在选这个立法院的龙头的时候 也看到他这边抛一个点子 那边抛一个点子 每天其实呢 都是会有新的话题出来 就很像那个 这里面的这个电影里面的 桥王梗一样 那大家就要问了 可是问题是 怎么当了23年 都没有办法再上一层楼呢 选前还要特别告诉大家说 哇如果民进党过半的话 这个立法院的龙头老大 绝对不会是柯建民 或是游席坤 那是因为他不想当 还是因为真的形象上面 没办法当 这些事情大家开始在讨论 因为新的国会即将要来临 请教一下兵哥您怎么样来看 好现在赖清德 请落选者们吃饭 其实应该就是希望 能够慰绕他们一下 慰问他们一下 结果赖昆诚跑去直播他的 传说中赖皮聊 我个人不认为赖昆诚是因为 瞧不下刘兆豪去记恨 我不认为是这样 因为刘兆豪是英系的 你要怪也应该怪蔡英文 怎么会怪在赖清德头上 这个有点奇怪 我认为赖昆诚只是单纯白幕而已 他就是白幕 不管是怎样 怎么会有这么250人 在那边做什么直播无聊 搞不清楚状况 那问题是 民进党这种白幕的人也不少 所以也不奇怪 那韩国瑜当然有 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因为在选举的时候就知道 他一定会上 因为他不分居第一 然后他就是要问鼎立法院长 所以他应该一直都有在布局 他党内乱七八糟的风声一大堆 所以他要杜绝这些风声 才会赶紧先去找江启臣 那他们两个搭配的话 我觉得是蛮适合的 形象也都还不错 那林德福他也是不错的委员 可是因为林德福毕竟年纪稍大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这一届 其实国民党很多 新科立委都是年轻人 那这一届国民党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一起过去给年轻人那种 国民党都是一些老扣扣 然后什么东西都是 就是按部就班 然后一点创造力 一点战斗力都没有 这一次应该要是一个战斗力的党团 所以我觉得韩国应该是 往这个方向去思索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可能过去一些人 就比较不适合在这样的位置出现 那李四川会不会去 我个人认为不太适合 因为李四川的强项 真的是在工程方面 那现在蒋万一也非常倚重他 那你说把他到立院去 立院是一个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一个地方 这个其实完全不适合 那国民党其实有立院经验的人 非常非常多 我觉得要找这样的秘书 秘书长不设一个很为难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国民党 真的韩国瑜就一定会顺利当吗 其实说讲实在话变数很多 因为国民党过去除了 这种奇奇怪怪的莫名其妙的东西 实在太多了 盖错当的然后忘记的 然后突然之间发生什么事情的 层出不穷 没赶上车的 对 所以这一次 其实要确保票票入轨 除了量票之外 朱立伦应该要发挥党主席的精神 你一个一个钉 就全程紧钉 就确保这你国民党自己手上这52票 票票入轨 一个都不能跑 这个就是朱立伦应该去做的事情 那你做完就没你的事了 对吧 因为做完接下来就是党团内部 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国民党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如果第一步就让人家觉得 你国民党还是一个分散的国民党 不是一个团结的国民党的话 那这样子接下来立愿四年你要怎么走 那当然 柯建平现在是满肚子的不爽 他为什么最近话这么多 其实大家如果有注意到以前 柯建平话很少 为什么他这次话那么多 因为他知道他在立法院的影响力 一定不如以前了 这是绝对的 你要知道他能够 当年能够当小乔 是因为有个大乔 王金平才愿意跟他乔 那后来是因为民进党是绝对多数政党 所以他在立法院可以呼风唤 可是问题是现在双方 老实讲国民党虽然赢不多 但是也赢个一席 然后再加上五党级的 就赢你三席了 那在这种状况下 柯建平要像过去 这样瞧是不可能 特别是黄国昌是他死对头 他也不可能去跟他瞧 所以柯建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最近一连串的放炮 基本上就在发牢骚而已 其实老柯再见 终于可以没有看到你的时代 所以你不觉得他是在 譬如说这边丢一下 那边丢一下 像破坏之后 人家转赢加注意力或什么 你觉得他可能只是发牢骚 但我们想要请教一下雨萱 你怎么样来看 确实柯建平在这一局 大家就开始在问了 他瞧遍天下无敌手 从很久之前扁时代开始瞧 瞧到后来马英九都就任了 他还可以继续瞧 变成了一个马王政争 后来到蔡英福时代 还是继续瞧下去 现在换了赖清德时代 一瞧瞧了大概有三个 四个总统 那就想问了 这一局你觉得他会如何出手 老柯当然不会放弃希望 你看他到今天他还出招 他今天都还在讲说 韩国瑜投他的话 这个中共会介入 中共界选又来了 但是这个无效 老柯真正可怕的是说 他会让人家有些人 突然就是赶不上车子 出车祸 然后半路脚卡到水溝盖 反正就怪理由 以前国民党就是发生这种 怪理由怪现象 这是老柯最擅长的 就是台面下的运作 因为毕竟你现在整个行政系统 包括从蔡政府到未来的赖政府 都还是掌握在民进党手中 他可以运作的不外乎几个 比如说像司法案件 比如说像一些特殊性的事件 所以为什么朱立伦会担忧说 党内还有两个会跑掉 这个是很当然的 而且你不要以为量票都没事 以前也出现怪现象 他给你量票对不对 他把选票折起来 然后背面有盖 那就废票 再让你算一票 那就毁了 你就是少一票 他没有办法一加一减 但至少可以让你一票没有用 总之他可以跟你讲说 我不小心按到了 不小心沾到了 他最害怕的是老柯这种怪招特别多 所以你仔细听朱立伦的讲法很简单 说要清清白白的不要有金钱交换 不要有权位交换 不要想要上下其手 其实这个指的就是柯建民 但现在有趣的是在说 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说 柯建民到底有没有办法 他为什么不当院长这件事情 以前他是党编 以前他掌握国会最大党 国会最大党作为一个党编 你不管是在法案的提出 甚至老柯他最厉害的 各位你不要搞错了 他可以对行政院 院会版本需不需要经过柯建民讨论 搞不好都要 他的身手不只是在立法院而已 他厉害是在于说 他有行政院的工序 他有立法院的工具 要有整个党团的背书 把整个党团的橡皮图章 他才能如意得水 而现在柯文整面 这面道的困境是 你如果转头像去找民众党 那麻烦大了 民众党如果没有黄国昌的话 搞不好还有得谈 黄国昌每天就让他嫁 我那边太太太太了 你每天就跟柯文 你觉得蛮像的 对 那你怎么办 你可以合作 但柯建民必须考量一件事情 我今天多算你这个 民众党扒票进来 然后你黄国昌每天在我耳边 在那边鬼吼鬼叫的 不划算 黄国昌会变成一个 撤走的问题 所以你仔细看 现在反而是 整个蓝绿变成是对垒的局面 就是说国民党不断的 在跟柯建民对话说 你不要来挖 我们紧绷 就54 而柯建民也不断的想要 跟国民党这边尝试说 看能不能套一点套一点 那现在再传出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说民众党有可能分裂投票 但分裂投票讲白了 两边都没有跟你谈 你自己分裂的话 那换不到任何好处 所以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呢 那最后我想讲一下 你讲到说国民党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到 三掌的问题 其实我坦白讲 未来的总召 它会跟过往有一个 大不相同的地方 就是说如果韩国瑜当选院长 未来国民党的总召 势必会是他意志的延伸之一 各位你不要忘了 以前王金平当院长的时候 他有没有参与 这个重要的法弹推动跟运作 有 那是因为后来苏嘉全跟尤其婚 这两个被老科当诉交的立法院长 大家都忘记说立法院长 其实是可以有实权的 实质上影响力的 所以你讲傅昆杰 或者说你现在讲的七连霸林德福 但我必须坦白吐槽一句话 过去林德福在担任立委 也有担任过总召 有办法国民党争取过 什么样的建树 或者是说跟民众党抗衡吗 所以我觉得势必还是要有点心血 跟新生代出来进行轮替 否则你单从资历这个东西去判断 我觉得不进公寓 但我们也想要请教一下 毕如姐姐老好原因是因为 在立法院里头 您也是在立法院这边很久 您也知道说这边其实 大家都在讲的就是 现在如果说你们白的 又不想要投蓝 又是对那空气仓那三个字 就很感冒 现在要投绿 可是好像柯建民又批评你们说 没用的巴西 要走自己的路 现在柯建民又说 你们这就叫保送韩国瑜 那你们到底要怎么办 其实我想要讲一下这个柯建民 我觉得我要骂他是千年老妖怪 我觉得他讲话不需要那么酸 其实他每年在立法院 有一些新科的立委 我觉得他都会跟人家酸来酸去 然后最后他就说 没有我是教育他们 这个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 他常常跟我讲说 蔡秘鲁你不要怕人家骂你 打在你身上了 都是你的勋章 所以他骂我好像是应该那时候打在我身上的勋章 我跟你讲柯建民不要这样子 你去酸什么民众人巴西部分去是没用的 我觉得做人不需要这么的酸 那我要讲就是说 其实现在立法院当然是2月1号 为什么这一次 政护院长大家都觉得很重要 是因为刚好这一次 这几届来 过去都是民进党一党独大 你也不用去选 再来讲柯建民 我跟你讲 他以前对游习坤也不是那么友善 你知道吗 他就把游习坤坐在那个主席上面 那只要他讲了不符合他的话 他居然可以跑上去跟他说 重来 他是这样子的人 所以我相信游习坤对他也不是多么的友善 讲回来就是说 这次因为刚好是三党不过班 三党不过班就变成是 政护院长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以前一党独大 民进党你怎么用 然后桥王在那里 上下骑手 行政院也可以 版本要先拿来 他看过都可以的 再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万一尤习坤院长 在上面念的不合他的意 他还可以说 重来重来 重念一遍 都是他在指挥 但是现在三党不过班 这就有趣了 但是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民众党这巴西是不是扮演了一个关键少数 当然大家都在讨论说 谁跟谁合作 很少人 当然民众党去提出说 改革比位置重要 但是有没有想过 立法院 这个政务院长到底是什么 大家都在讨论合作 到底谁有利 我们在讨论 怎么样才是对老百姓有利 那其实我过去在中医选区那边 我觉得党对党的合作 政党之间是既竞争又合作 其实竞争跟合作之间 真的是那个一线之隔 常常还是你又踩到红线的部分 因为彼此这个社会的氛围没有 其实实际上是没有形成的 那社会上没有被讨论到形成 因为过去就蓝绿对决 蓝绿恶斗 就是这样子两大党 大党就吞兵的小党 小蓝小绿过去都有发生过 第二就是说老百姓 像我在当地的选举 他没有办法理性的分类投票 再来就是两个党的这些政治精英 互不信任 我觉得这个现在就彼此互不信任 那个所谓柯建民就出来放话 你民进党的 民众党一辈就没啥漏用 我觉得去激怒民众党 他也没什么好处 那至于民众党 我是大概应该会团进团出 因为这八个被分类投票 我觉得对民众党的 事实上往后的发展确实是不好 好 所以民众党还是有巴西 其实巴西也没救呢 对不对 大家说你们是关键早说 但是一点点没救后 一切资格就会变成 大家觉得说这个巴西 到底能不能真切的发挥作用 我们先进广告的广告 回来继续来说 这个巴西雅 派西雅 咱们去拍了 好像我们所谓的 两个被独立 哄 大概